为何2023年中国的造舰狂潮好像停了 其实没有太多军舰下水是在积攒更大的实力 大家好 我是启明 本期话题 中国军舰 眼见着2023年马上就要过完了 今年海军舰舰下饺子的规模却似乎有点令人失望 下水服役的军舰除了数艘054A型护卫舰以外 最可圈可点的就是 下水了被称为新青年的054B护卫舰 虽然通过放大升级 054B版在排水量可达到将近6000吨 同时具有48具导弹垂直系统以及双面相控阵雷达 就连主炮口径也从054A的76毫米升级到了100毫米 但是毕竟只是刚刚下水的新型护卫舰 见过了2021年到2022年海军舰艇疯狂下饺子的中国军迷 对此已经免疫了 要知道2021年到2022年之间 中国接连下水服役先舰的052D驱逐舰和055大驱等舰艇 就足以让事件震撼的了 光就服役层面来看 两年服役舰艇的总吨位就高达近40万吨 相比之下整个法国海军的总吨位也不过就30多万吨 2021年 我国海军服役了7艘052D驱逐舰 3艘055大驱和2艘075两栖攻击舰 以及1艘094A型战略核潜艇 2022年就更是不得了 3艘054A和3艘052D打底 另外还有3艘055大驱 以及1艘075两核攻击舰 和1艘003型航母福建舰的王炸组合 相比之下2023年的确稍显冷清 难道中国海军的下饺子行动 真的在2022年达到了顶峰 接下来要走下坡路了吗 当然不是 新舰艇下水是下饺子 如列海军则是吃饺子 而在各大船厂船屋中 正在新舰的舰船则是包饺子 下饺子虽然过瘾 但是包饺子和吃饺子都需要一个过程 也就是对新装备的消化吸收过程 然后通过训练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为下一批舰船的建造 提供设计和改进意见 这也是中国装备研发小步快跑的战略 这其中的停顿 其实可视作为战略停顿 是给每一批自行舰艇的 使用一个评估改进的机会 当然也是给外界一个喘口气的机会 否则就按第一批 已经全部服役的8艘055大驱 平均每年3艘的下水服役进度 可能连美国都坐不住了 更容易刺激到一些国家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单纯 为了照顾外界的情绪 而耽误我国海军爆装备的速度 从第一艘055大驱下水 已经过去了5年 全新的055并行驱逐舰 设计建造工作已经展开 据说满载排水量将超过美国 朱姆沃尔特级14000多吨 并且采用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 实现的全电推进 以及最先进的电磁炮和激光武器 僵尸的美国在朱姆沃尔特上吹下的牛 全部被中国055B大驱给实现 另外就在眼前的是 最新改进的新型052D驱逐舰 可能在明年之后大量入役 光是大连造船厂155舰的 5艘新型052D就已经陆续下水了3艘 而且整个大连造船厂加江南造船厂 据说总共有10艘新型052D的建造计划 正在进行 而明年看到新型052D相继下水服役 可能又将引发一波下饺子高潮 之后75B 076 以及004型航母中国海军 还有太多的精细等待揭晓 了解就是三岩 直至数砍 至少 一定说